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位置 而是你前进的方向 直北珍一直以来未听由指方向找故事真人生 现在我们让你一起进来直北珍的录音间 找到自己的方向 星空下哪一颗才是你最闪耀的北极星呢 这不是一堂课 而是一趟改变自己的声音故事旅程 相关详细的活动资讯 请参考节目资讯页 找到自己的北极星 欢迎你 最多人去找你的问题是什么 最热门的问题 大概七到八成的人都是受不了亏损 对啊 这就是想问说 刚才我们讲到嘛 如果说亏损这个案例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觉得亏损的话 大家比较 如果说像我们一般 一般心里还算健全的人 遇到亏损的时候 通常只会想说我损失一笔钱 就比较会去担心现实的部分 就是我的钱变少 那可是如果说 他是心里困扰比较严重的人的话 他可能会认为说 亏损代表他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 对 就是他会把亏钱跟他这个人不好 画上等号 那我这样讲 正常的人如果我们少了一笔钱 就会难过伤心说 我怎么少了一笔钱 这样子而已 但是如果说有心里有困扰的人会觉得 他是个暴露用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陈思惠 陈思惠就不是正常人 因为他亏了几千万 他都觉得可以活下去 然后奋发向上 没有 我是鲫鱼 没有什么鲫鱼 所以像瑞人 你亏钱你会怎么样 你就难过一下 这样就好了 不是 我也只能承认 就是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 为什么又犯了别人 陈思惠都已经提醒我了 不要这么做了 为什么我又这么做之类的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记 所以会去找他的 就是亏钱加上心理的问题 像你这种人就不用去找他 我们就 所以去找你的是亏钱 就觉得自己是暴露用的 我觉得如果说 以刚刚瑞人哥讲的那个话 那就是无法面对他 无法放下他 跟无法 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 没办法 没办法面对处理跟放下 就是亏损这件事情的人 可是亏损也要看 因为有些人 两百万对他来讲可能还好 可是有些人亏两万 就像有些人盯了一只股票 他只要每天看到 就是少个几块钱 他就会很焦虑 因为通常比较麻烦是这种 可是那种应该是看他资金大小 可能有两百万人 可能两千万在破 要少个两百万没关系 不是 就是我有遇过一些 我觉得瑞人哥讲的没有错 就是有一些他 就算他自己本身 他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可能月收入六位数 然后他可能投资的资金也有 六位数十几万 然后他投资的资金可能有百万 可是当他在 例如说连续两天 亏五千块的时候 他就会受不了 五千块而已吗 对对对 就是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会错 所以他在意的不是 亏钱大或小 而是他输这件事情 买卖之间我们怎么样去说服 说服自己说 这时候应该就是当机立断 还是要什么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背景的参考 那你怎么去看待 因为这个我觉得 这个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会遇到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先分成买卖这两个来看的话 我自己在实物上遇到的 大概 百分之 八十的人是卖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买的人 就是买进 进场有问题的人 是大概百分之二十 卖的问题比较多是什么问题 就是出场的问题比较多 应该不是说买 因为如果说做期货的话 他其实有多空 我的意思是说进场跟出场的话 那为什么 那从心理学的原理 怎么解释这个状况 就是你在买 你在进场之前 你是没有部位的 所以你的脑子是清楚的 对对对 他是他选标的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手上没东西 那我现在要进一个东西 所以我是去挑东西 可是当我手上有部位的时候 我要出场的时候 我是要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 等于说他其实对我造成一些心理的 不管是兴奋 或者是害怕 或者是觉得说很紧张 这些情绪都会在你手上有部位的时候 跑出来 可是你手上 当你手上没部位 你要准备进场的时候 这个这样的情绪是比较少 就是我有感觉 我下单的时候是很轻松之间 按下去就下单了 对对对 多少多少全部就结束了这样 可是在卖的时候 我会想比较久 对对对 像卖队吗 就像你说的 会不会早赚 会不会我一卖掉他就涨 或是类似的这样子情况 对 像这个如果就技术上 或者是很多的考量上 我们要怎么去破除 因为这个心理障碍会一直有 尤其那个卖那件事情 更精彩更完整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见 想与故事超人聊聊天吗 除了网络平台上面的留言 故事超人也欢迎你 透过复古复刻的方式 写信给我 来信请寄到 新竹县竹北市高铁东二路 六号五楼 直北征故事超人黄瑞人收 收到来信之后 我会找时间在节目中 回复你的留言 也非常期待你的来信哦 我们下期见